詞曲 李宗盛 今個星期六十點鐘 歷史在兆之 容共與清黨已經是第四十三集 這一集是說 1927年民國16年4月12日的上海清黨 所謂上海清黨也者 就是國民黨在上海的軍隊 當然這是蔣介石可以控制的 在上海的軍隊 就去清除在上海的所有共產黨 就是佔據的機構 包括國民黨的一些黨部 上海特別市的黨部等等 還有上海總工會的工人狗冊隊 有三千人 有大量的武器 都被軍隊繳鞋 所有有關人等 全部被捕和槍斃 這就是四一如上海清黨 星期六十點鐘 容共與清黨四十三集 記得收看 梁錦祥一週時事 主持梁錦祥一週時事 主持梁錦祥 這個節目又被我騎劫了 我是姚冠東 今天也在頂替台長做一週時事 下星期也有小弟的新節目 天地有正氣 在下星期五十點至十一點半 正式和大家見面 今天依然是頂耕 回來第二節 坐在我身邊是Louis 是一個香港民族陣線的召集人 兼發言人 都會身厭堕跡 他是我們今天的嘉賓主持 上一節我們又談到上星期六 在中環政總和立法會的示威區 舉行的一個遊行 亦跟Louis說到一些有關於獨派 不是他們而是我們 我剛才怕有些網民誤會了 我是不支持港獨的 我是不是要參選 我怕被人截圍 那段事情 姚冠東這些都支持港獨 支持港獨 你不支持基本法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趣 這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第一 要界定什麼叫做支持港獨 你發表的言論 你捍衛港獨的言論 還是你有實際參與 還是有實際的行動 你剛才Louis說的一個字 我也怕一怕 他說起義 他說起義兩個字 我真的怕一怕 你明白嗎 先叫做支持港獨 什麼叫支持港獨 但是你支持港獨 又支持基本法 這樣可以嗎 這個邏輯又可以嗎 我問這個問題 你覺得呢 我這樣想的 這件事是可行的 你有沒有支持港獨 又擁護基本法 也不行的 這件事比較尷尬 這就是在基本法框架底下 尋求港獨 這件事真的跟第一條有衝突 其實不行的 我覺得邏輯上不是太成立 因為基本法第一章第一節 就是講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能分別的部分 現在講港獨 香港獨立 我講起這件事 之前上網有一個笑話 如果按照現在的速度 每天150個派身份證 其實三百多年之後 全中國13億人都會變成香港人 到時就沒有了中華民共和國 回到香港 不會的 這是有研究的 他的國體在 雖然他有香港身份證 有香港身份證 也不等於他不是中國人 你明白嗎 又不等於取代了政權 到時他屬身的人都變成香港人 他變成你有身份證的中國人 不一定就是香港人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你真的 我認為支持港獨 那什麼叫做支持 首先 然後第二件事 什麼叫做香港獨立 香港獨立也對 什麼叫做獨立 你是一個 其實你根據基本法 你根據一國兩制 其實你在某程度上 其實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基本法 雖然它說你是under一國 但其實它是給了高度自治權 這個高度自治又算不算獨立 到底是不是獨立 你這個行政 你這個司法獨立 又是不是獨立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現在對於中共 口中所說的香港獨立 其實這個光譜很闊 其實它喜歡說什麼是獨立 我看到也跟網友打招呼 很多親愛的網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Gabriel Lucifer 我經常都不知道 名字怎麼讀的 叫Gabriel Lucifer Lee 都是經常出現的 有些印象 我剛剛看到一個留言 就是 Ken Wong的《以毒不回》 現在經常出現的 《以毒不回》 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都不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其實是阿雲的親身經歷 上個禮拜的節目拍檔阿雲 他有其中一個職業是教書的 他不是教術科 當然是教戲劇 是一些中學教戲劇 他也親身跟一些現在讀中學的中學生 聊天 有關於政治的立場 其實原來 香港有很多中學生的心裏 都真是以毒不回 有一個獨立的思想 他們的夢想都是 香港獨立的 有一天可以脫共獨立的 我想問你 你的心路歷程又怎樣 你現在 Louis 你真的切頭切尾 是一個港獨分子 不是戴耀廷那些 戴耀廷那些是冒牌的 那些是留的 那些是真的偽港獨派 偽港獨派 是真的偽港獨派 Louis 這些正中正牌的 港獨分子 現在坐在攝影機面前 和大家見面 其實你怕不怕? 其實都沒得怕 你是一個 真的從 一個思想上的獨立 去到行動 即是獨立的行動派 搞港獨的行動派 那 在生活上 有沒有影響 例如你的家人 有沒有搞到你的家人 很不方便 或者你的工作環境 會對生活帶來影響 其實一定有 這件事 我這麼說 你說家人有沒有被人搞過 有 你說上班有沒有影響 剛剛才有影響 我很小在TVB見到我 我想我工作應該涂水 你說各種各樣的 你說有沒有人跟 有 你說有沒有影響 一定有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 是不需要代價的 尤其是你講 就像我那天在集會 我最後講 當你是追求人 香港獨立 既然你想要的東西 是這麼多 你要在一個所謂的 中華帝國手上 去奪回自己的國土的時候 你想要的 甚至比傳統派民 說我要增普選更多的時候 你必然會付出更多的代價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順滑 就說你躺在家裡 你躺在那裡 突然就會獨立 那如果有一天你要為香港這個土地而死 明天我就叫他死 你敢不敢 我的說法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有沒有人可以取代到 如果我死了 有人可以接到我肩 第二就是我做這件事 可以換到什麼回來 如果你說我勸了 原來你最後跟我說 就是永續基本法 那當然不肯 你跟我說 如果我勸了 你跟我說 真的跟你整個香港共和國 這個中共退後50公里 以後會互不侵犯 然後我做了一些事 可以跟進去 可以撿到我的首尾 不會說沒有人做的 現在我馬上跳出去 不是 我覺得假意時日 我的想法又不同 我覺得假意時日 我剛才問你這條問題 答案是一秒就要答 會 你明白嗎 如果你問我 現在是一個需要去到 起義也好 要戰鬥也好 真的你要流血 要豁出去付出性命的事情 我希望假意時日 有一百幾十個 一千幾百個 一萬幾千個 不是順利阿開禍的 就像烏克蘭那些 區反政府那樣 真的會來的 當然 雖然未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要想想怎樣 但是很老實的 真的這樣說 你好像連賽那樣 去崩了窗後有沒有人走 沒有的 去到那一刻大家就是 是時候了 要我去 因為我突然就突然去 明白的 所以希望假意時日 不是希望 或者什麼 其實如果你問我 因為我比較困難 因為我有老婆子女 我小朋友 但是 Lewis也說得對 如果是那些環境 你需要去捐區 我們這些 真是意不容辭 想都不想 走 走 就意就就意 那些真的 但現在問題是 其實很困難 其實說是無敵的 但我告訴大家 你明天去就意也可以 即是Lewis 你推動港獨 你明天去就意也可以 不是要你死 你明天去 帶頭 即是叫 衝衝聯辦也好 你帶頭去 有吉使地 拿香港獨立旗 走進去公民廣場 Fat 也好 闖進去 低能一點 即是膠膠一點 但是 你想想有50個人 你真的不要理 抓就抓 鎖就鎖 坐就坐 就走進去公民廣場 大叫香港獨立 喂 有力的 但是你要犧牲那50個人 就 真的沒有安家費 不知道做什麼 那50個人 我會這樣想 就可以就意 如果 連這個 all in 的用力都沒有 我覺得 香港 都沒有時候 獨立就沒有時候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明白 現在最難的是 香港獨立就好像六合彩 這個比喻 我經常都說 當然是好 要不想 種六合彩當然是好 要種的 它比六合彩難過 六合彩 你去買都還有一個機會 你要填票 你拿20元 還有一個希望 現在中共是連希望都不給你 是零 你連拿20元 都不給你 你去買票都不給你 還有最好笑的是什麼 現在你說這件事 是沒有人禍應 即是沒有人禍應 就算你搞這些事情 人家會笑咬你 恥笑你 香港人是不會領你情 不會覺得是你幫我 你明白嗎 所以我經常說 如果專制極權倒台 即是如果專制極權倒台 中共倒台 是不是 有一個新的 中華聯邦也好 中華幫聯也好 好了 如果有個中華幫聯 我正在推展大教授的想法 中華聯邦正式成立 所有各地都是聯邦政府來的 有一個全面自治權 現在要組織聯邦政府 好了 你under一國兩制的香港 現在讓你選擇了 全香港有三顆星的居民公投 公投到底香港 是否拼入中華聯邦 我告訴你 結果很明顯 肯定是過半數至七成 七成的選票 香港公投 所有的選民有資格投 你會看到 全部的建制派支持者 和部分的法民主派支持者 毫不猶豫投下 這個統一的一票 不要說香港人 至少有一半以上會投 就算不要當我洗了血 換了直文之後 那些 就算你今天 明天 中共倒台 要你香港人 全民投票 到底你拼不拼入 新成立的中華聯邦 我告訴你 肯定七成八成 是要拼入中華聯邦 但真正的獨立就是 要遠離差立 你明白嗎 你成立了一個 你真是一個 自己管自己的 深圳河以南的獨立實體 我覺得最好是這樣 你拼入了中華聯邦 你就跟他們繼續拳鬥 內戰你便又加入了 捲入中國人悲慘的命運 為什麼香港有今時今日的成就 就是因為我們免於 因為我們那條深圳河 因為我們有邊界 就令我們免於他們這個紛爭 沒錯 這一百年來 中國大地的 所有的戰亂 所有的政治鬥爭 血流成河 所有的東西 就是因為那條深圳河 因為我們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 所以免於受中國的苦難 所以我們能夠有偏安一遇 有今時今日香港的繁榮成就 那九七之後 為什麼我們現在又重新回到苦難當中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正正是一個 中共的殖民統治之下 沒錯 就是一個中殖民的活脫脫 我們比殖民更差 因為現在 說真的 現在我們不是一個中殖民 很多人用中殖民這件事 雖然它的行為是 但不是中殖民 是中漸 中漸 不是殖民這麼簡單 我們是被佔靈 我們是被征服的 明白嗎 就好像有網友說一次世界大戰的事 我不是想說他的聯邦制 應該是普法戰爭 普法戰爭 在十九世紀的普法戰爭 底下的 我們是法國的省 比如普羅斯斯 沒錯 我們是被佔領的省 又或者是日佔時期 我們是在東北三省 是 朝鮮 或者是日佔 我們被佔 惡橋排特 你明白嗎 我們現在的生活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是一個現世的環境 我們是一個被佔據 但他的政策是一個被殖民 是一個殖民的政策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 沒錯 所以現在我們在一個這樣的環境 而Lewis很勇敢 走出來就說 我是香港獨立的分子 我現在在搞的是港獨 切頭切尾的港獨 喂 沒有什麼前途 我用回我剛剛的說法 你這些事情 很簡單 就算是在街邊 可能你剛才說 你說大多數年輕人 其實心底都想獨立 其實我想有一部分人 我不要說全部 以獨不回 起碼有一部分人想的是 如果香港有獨立 誰不想獨立 問題是不行 第二問題是 你需要有一群人 去做這件事 去將這件事 由100%不可能 去到哪怕只有0.01的機會 起碼是爭取一線生機 就像剛剛你這樣說 現在我找50人 一起衝入這個公民廣場 叫香港獨立 但又用你剛才的說法 人們會笑咎 你說你傻 而我要做的事就是 令到這50人變成500變成5000 令到那些人可能會笑咎 說你傻 去到一個中男的態度 甚至是一個支持 這件事我覺得 就是現階段 先不要理會 先做了 我正想這樣說 首先 首先 我給你的建議 或者是 我自己覺得 首先你不要拍架 50人被恥笑 就是這樣 今次50人又怎樣 下次有100人 200人就可以了 如果有這樣的行為 我看到這樣的情形發生 我看到這些 真的揭桿起義 就是這些 揭桿起義 就是這樣 而不是網上打飛機 就可以成事 我不知道 到底會不會成功 我年紀一把 我們這些 心底裏支持 你叫我出去 要拉他鎖我 未必有這樣的膽識 但是 我也很佩服 Louis的年輕人 有這樣的膽識 有這個夢想是很重要 你對未來的前途 有什麼要遇上呢 你說什麼的前途 當然你現在正在做的事 香港的前途 到底是怎樣 你會怎樣發展 你現在搞港獨 你是香港民族陣線 我們香港民族有什麼出路 你是香港民族 你是香港民族 我是港豬 我個人是很懶惰的 我這樣說 現在我把收穫已經放在桌上 全部都是籌碼 要是有贏的 要是有贏的 不是 我嘗試 我是一個港豬 我是一個普通四十幾歲 當作是中產也好 我老婆子在香港 我是一個港豬 那你怎樣說服我呢 你怎樣去說服我呢 未來是怎樣呢 那我相信你 我支持你 我都要你給我一些東西 要給我一些東西 不是論述 你給我一些未來 你給我一個圖案 那個圖案是什麼呢 我會這樣說 其實香港獨立是一個能夠解決 是用來解決現在香港所面對的一些現實上的問題 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亦都是一個相對來說唯一有效的東西 例如很簡單 你可以想像到的就是 今天的香港可能未來就會變成好像新疆那樣 你可能現在你叫新疆 有些新疆人 他可能要推出去買 要買小食買切糕那些東西 可能你今天繼續這樣下去 可能你他招 可能你的兒子 可能我當他大學畢業也好 可能他最後很節奏 可能他要推著車出去買魚蛋 可能你的女兒就去骨牆那裡做 這些東西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著 可能現在看著新疆 我們看著西藏 我們再看回香港 好像差不多了 會不會可能 今天的他們就是明天的我們 而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現在每天有150個下來 他們不斷跟我們在搶略所有的東西 資源也好 一些社會地位也好 什麼都一樣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 可能說 反正我現在都四十幾五十 過了十多二十年我都輕 但問題是 你還有下一代 或者如果到這麼不幸 你到那時候你還沒輕 你會看到的就是 我們由現在這個 所謂的次等公民 變成可能三等四等 陳先生 我也知道 我也想 但現在共產黨這麼厲害 我怎麼跟他玩 他現在全面管治權 你看一下 集帝 很厲害 那怎麼辦 你怎麼對抗他 我聽一下 有一個叫做黃之鋒的人說 他說 Eurogun 那怎麼辦 我這件事就會衍生到 另外一個 可能我會說的問題 就是 中共現在這個政治體制 是建基於一個很強硬的高壓政策底下 但問題是 這個高壓政策 其實在消耗它每年很多很多的資源 你看到它現在為軍費 多於軍費 其實你看到一個很好的鐵證 但問題是 隨著中國去嘗試向這個世界上其他國家 去輸出自己的影響力 它跟西方一個傳統的所謂世界秩序 必定會有一個矛盾 一個衝突 在這個情況下 即西方諸國 必定會增加對中國的圍堵 在這個情況下 即中國它自己本身 尤其是一帶一路 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輸出一個國內 一個過剩的官業產能 對吧 但問題是 隨著這個圍堵 越來越緊密的時候 中國這個計劃 可能會破產 在這個情況下 它能不能夠維持 原本它現在的經濟體系 就是繼續維持一個高的工業產能 一個輸出 在這個情況下 很有可能會重複的事情 就是當年大蕭條 工業產能過剩 經濟崩潰 在這個經濟環境下 不要說經濟崩潰 起碼是一個經濟衰退 但在這個情況下 它還不能夠有這麼多資源 去維持著現在這個高壓的管治政策 當然 我其實剛才 為什麼要假裝港豬 叫你說服我呢 你這樣不行 Louis 這樣不行 真的不行 你要把事情包裝到相當之 有希望 相當之美好 你剛才說了很多大堆 人家很容易就 把你摧毀 很容易一搏 就收你皮 你包裝不到一個 希望給人 現在最缺乏的就是希望 你說到這麼大 我要真普選也爭取不到 我怎麼爭取獨立 我要真普選也爭取不到 今時今日 我怎麼爭取獨立 你覺得 論述也好 裡面的事情也好 應該再說實質一點 你要再說 未來為什麼 其實你的立論也是建基於 你支爆了之後 香港有希望自決 那樣的事情 其實我又覺得 你可以 將一些事情 說得比較 再性感一點 當然 你實際上 我會說那番話 你操作 例如 我是一個講諸 你們有沒有想過 2047之後 香港的命運會如何 到底未來 還有沒有未來 你有孩子 你還可以享受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這本基本法 是行到2047年 6月30日 這本基本法就報廢 而 現在剩下30年 到底 這本基本法之後會是怎樣 沒有了這本基本法之後 香港的政體政制會是怎樣 是不是直接拼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今時今日 基本法沒有說他怎樣 沒有說他死了之後 50年不變之後是怎樣 好 我當50年之後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你沒有 你不知道 所以 我們就更加要思考 香港未來的出路 我們更加要想想 怎樣去推動 在2047年之後 到底香港的前途是怎樣 今時今日沒有說 中共政權也沒有告訴你 中央席人民政府沒有告訴你 2047年之後 你便開始要爭取 到底2047年之後是怎樣 你要告訴他們 你的土地擁有權 你的私產 到底是怎樣的呢 你是不是 Facebook在2047年 都可能結束了 你不是結束了 你沒什麼用 2047年之後 香港是不是沒有互聯網的自由 是不是沒有出版的自由 沒有言論的自由 就跟中國大陸一樣 你是不是想你的子女 想七百萬香港人的後代 變成了一個遺民 變成了一個沒有自由 跟中國大陸一樣 在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底下生活呢 你是不是想這樣 如果不想這樣 就跟我來 就跟著我 當然 對那番說話 因為你講到怎樣推行 我才這樣說 但老實的 你對著一般普羅市民 所以我叫你想定 隨時在一袋裡 你很老實 對於一般市民 你當然是提出一堆疑問 他自己就會思考 老實你說 香港獨立這件事 其實你提出了對的疑問 2047年之後是怎樣 你想怎樣 你對你的子女怎麼辦 這個時候他會自發去思考 我相信這個情況下 是不會有人跟你說 我想要一國一制 我想要我的子女做奴隸 沒有這些事 也都 對 真的好像剛才這樣說 要想定 其實香港現在二次前途談判 是需要展開的 為何我們要把天地有正氣 新的節目出來 其實我真的很想提醒大家 尤其是有小孩子 有下一代的 就是我這些 有下一代這些 其實我們很擔心 到底我們香港這個土地 還有沒有未來 還有沒有將來 其實是沒有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現在的所有 circumstances 在現在的所有設定底下 香港是沒有將來的 2047之後是沒有將來的 中央政府經常跟你說 如果沒有需要變 都不變 那我寫下 他不會寫下 他不寫下 就真的告訴你 可以隨時準備變 即是變 他不寫下 即是變 他經常說 沒有必要變 他到時就有必要 他講來講去 你中共的東西信得過嗎 當然信不過 當然信不過 中共就是 這個絕對沒有誠信 兼信不過 全世界都知道的 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一個誠信破產的 是一個誠信破產的政權 全世界都這麼說 只有香港人會這麼忘記 他真的相信 中共給你的承諾是真的 我當你 以前還有英國人 在《中英聯合聲明》 他都說是廢的 你自己想想 其實如果 在現在的設定底下 香港的民族 香港的前途 是沒有將來的 是沒有前途的 可以跟大家說 所以大家是時候 要思考一下 或者各位網友 不是說獨不獨立 也不是爭論於 你到底是否獨立 也好 更加不是說 什麼永續基本法 那些 又不是那些 所有的事情 都要放在桌面談 所有的事情 都要出來討論 就要令到 他有一個討論 到底 香港2047之後 沒有了一份基本法 還是怎樣 重新立約 還是怎樣 你看到現在 他不時去打壓那些言論 不要說是港獨 就算去到自決 也好 全部是圍繞著2047 這件事 他就是不希望你們 那些人去談 這件事 令到2047去順利 但你捱不到的 中共 你不要瘋 你捱不到 你怎樣打壓到30年 還有30年 你怎樣每天打壓 沒有用的 始終都會出現的 你自決這個議題 香港二次前途問題 這個議題 即他們那班 你以前的老朋友 算了 算了 不如再少了 自決派他們 都已經提出這件事 我這樣說 今年是第21年 已經開始有這樣的聲音 而這件事 我們可以預見的就是 隨著2047不斷接近 這個聲音就會越來越強 你中共一定要面對 你一定要面對 你不是想最後2046年 你不讓香港人說這些 所以 一邊說 這五年 一邊去到二十五年 就是一半 其實是很重要的 到底之後怎樣談 有沒有談 我覺得現在的所有政治氣氛 甚至包括國內的政治氣氛 根本是沒得談 根本上現在 在中華帝國管治之下 基本上是沒得談 他一定將你 2047年 一定是將你 立入國家的版圖 就是不用想的 大家真的丟掉幻想 好了 如果這個是這樣的時候 那又怎樣呢 我們又可以怎樣呢 我們這些普羅百姓 我們這些普通的香港藝民 又可以怎樣呢 所以大家是很值得思考 思考也要有 無實一點 到底有什麼出路呢 還是沒有了 大家現在很多 微慢著一種概念 大家找夠錢 就是 peace 移民 走投 甚至有些社運領袖 去馬來西亞 帶隊去馬來西亞 我也同意的 你有能力走 怎麼不走 我這樣說 準備後路是永遠沒有錯的 但是有時候的事情 就是因為 正正因為 你經常準備後路 所以那些事情 就不會去得盡 對 即是背上一致 有時候 好 稍後回來再談 再見